她是成国公世子夫人 谁敢动她呀 大人 是属下疏忽了 数万流民尽情 你居然今日才知道 大人 这些难民 他们混入商队之中 经过水路和路路 绕道而过来的 属下实在没想到 竟然还有人 有如此的财力和物力 是属下疏忽大义 不过这个法子 只有她想得出来 你终于回来了 大人 果然如你所料 君小姐回来了 云启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大下 她是成国公世子夫人 谁敢动她呀 那又如何呀 我不介意 你不介意 陛下介意呀 如今我父亲正在面圣 你竟然敢动我的夫人 你这是在打陛下的脸 就是 陆大人不要脸 可陛下还要脸吗 你的这层皮是陛下给的 你打了陛下的脸 陛下就要扒了你这层皮 扒了你这层皮 你就没办法抓我们了 朱三 阻扰武德斯办案者 死 我阻扰了又如何呢 你是想打架啊 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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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父亲 跟这种人咱们没必要打 快点回家吧 早就叫你回家了 你怎么这么慢呀 我错了 没关系 原谅你了 我们回家吧 嗯 听见了没 看在她的面子上 原谅你了 回家去吧 世子爷 请 去去去 to make 演得不错吗 我亲爱的夫人 彼此彼此 我亲爱的夫君 我亲爱的夫人 今天啊 要不是你拦着 我早就揍他了 像我夫君这样 美玉一般的人 怎么能去磕碰那些瓦礼呢 我夫人才是兵姬玉骨 怎能跟那帮瓦礼一般见识呢 而且也不能辱墨了 陈国公世子夫人的美玉呀 就是要当众告诉他 我是世子夫人 那我夫人还真是聪明啊 有诸多百姓见证 陆云其今后 想必就不会妄想世子夫人 夫人公然激怒他 他若出手 就算闹到陛下那里 也不会理亏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陈国公府啊 你是我世子夫人 不回府 去哪儿呢 走 快点 二楼上菜 没吃过这家吧 君小姐 叫嫂子 不是你昨天不让我叫嫂子的吗 嫂子 大哥 叫弟妹 这里有问题啊 是 问题很大 这才一天 事情发展得有点猝不及防了 我二哥这戏 真的是越演越好 越演越真 还好 随了二弟的心意就好 羡慕 赶紧吃你们的 嫂子 你真没吃过这家呀 那真是可惜了 嫂子 我跟你说啊 嫂子啊嫂子 这家菜特别地好吃 就怪我二哥 不带我嫂子来吃这个菜呢 是不是啊 嫂子 是不是还得我呀 嫂子 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去话堵 好 嫂子 你多吃点 上好的花布啊 开开开了 花布 不只是囊 他们每道菜都非常非常好 嫂子 请 陆大人 陆大人 二哥 咱吃点什么呀 陆云七 你 吃我们的 只要不挡到就是好口 来 他们点的什么 我们就上什么 好嘞 嫂子 你可多吃点 别给我二哥加了 二哥 我真羡慕你有这么好的夫人 宝堂 大人 三娘子派人来问 咱们今天晚上要不要过去 说是练了一首新曲子 不必了 这些替代品也无甚意 都潜散了吧 反正正主已经成道了 怎么啦 嫂子 不会是有喜了吧 一定是 这干呕可不就是有喜了吗 宝堂 我每天对着某些人干呕 也是有喜了吗 哦 也是 那还有可能是 可惜 放肆 该不会是听到什么不该听的话 心虚了吧 是因为看见了恶心的人 听见了恶心的话 所以恶心 三病 羊汤来了 我们走吧 走 走吧 不必了 你慢慢吃